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 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 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用人事物事件感受行动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行动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哈喽水瓶座 各位昂古贵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水瓶座的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么一样呢 会有所有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首先呢 第一个开场讯息 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就是某部分的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去买那个干燥花 我不知道你那个干燥花呢 是要做装饰呢 还是比如说就是做一些手工艺品呢 反正就是最近呢 你可能会去买干燥花啊 永生花啊 等等之类的 这些来做一个使用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用 OK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 水瓶座的朋友们特别会被金色的东西 或饰品啊 或者是配件啊 所吸引 所以最近你可能刚好会去买一些金色的耳环啊 项链啊 或者是比如说 就是一些小小的这些精品啊 我觉得也不错吧 犒赏自己嘛 然后也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亮 我觉得也蛮好的 好吧 而且金色这个能量厂哦 会让你在这两到三周呢 精神特别好 OK 所以呢 就算你没有去买 但是你家里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这些配件啊 我觉得也可以拿来做一个使用 好吧 OK 好 那第三个 要给这个水瓶座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啊 水瓶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特别喜欢吃海带 或者是海苔类的东西 OK 我觉得适当的社群标过量 通通都是可以的 好吗 然后有一些人 你们可能最近也很喜欢吃卤蛋 你是不是最近很喜欢吃卤味啊 因为我一直看到是海带啊 卤蛋啊 豆干啊 等等之类这样的东西 好来 OK 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次 你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Herofen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权杖骑士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信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 好吗 那请稍等我一下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然后这边呢 我稍微插播一下 某部分的水瓶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这两到三周有些重要的讯息 应该是落在那个射手座 天蝎座跟射手座 OK 那不是所有的水瓶座都这样 除非是你自己感觉到你想去听 那你就可以去参考 好吗 好嘞 请稍后哦 好 我个人感觉水瓶座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 你有一种在一个状况当中 可能会被强迫下架 我不知道这个强迫下架 要怎么形容呢 就有点像说 这个情势呢 是有点是 不是你选择 但是你有点像是被半破半就的 必须得这么做 或者是得离开 或者得比如说选择 类似像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你什么很自愿 很开心 很快乐去做的一个过程 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来 这张牌卡呢 是这个Herofen OK 我把它放在新阶段的能量场 它是互相对应的 等一下我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状况当中 你穿到的是 权杖二 权杖七 然后还有这个圣杯五 这个呢 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这样讲的意思 就是说 我会觉得 在过去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元素当中 我会感觉 这个状态 可能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呢 也是因为 我觉得你有投入吧 或者是你有 很努力认真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相对的 当然你有失望 但是你也会想要抱持着希望 OK 但是这个情势呢 有点就是 有点像我讲的 不敬理想 所以变成是说呢 你有点像是 半推半就的 必须选择一个选项 比如说这样好了 主管跟你讲 这个案子搞砸了 就是得要有人出来 背个黑锅 比如说其他的人都很资深 就你最菜 所以呢 你就变成那个 去背黑锅的那个人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我举个例子 就是有点像这样 半破半就之下 你也好像不得不 然后好像 情势也好像有点索逼 就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可是你心里 其实也很想去捍卫你自己 说 诶 凭什么我最菜啊 我就要帮别人背黑锅啊 我可是里面最菜 体力最好 能力最强 我还帮那些老人家啊 还做了一大堆事情啊 所以在这个状况当中呢 这个权杖七加权杖二 加起来是权杖九 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你虽然觉得不平 你虽然觉得不爽 但是你心里还是很想要 捍卫一下 你会觉得说 我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们不应该什么什么这样 类似像这样 可是情势就有点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 你有点像是 被扮强迫的下架 OK 你的东西不是不好吃啊 就是刚好食安出现的问题啊 所以刚好 可能造成了这个新闻啊 你就也不得不下架 有点类似像被中断 但是你在中间 就像我讲的 你在研发这个食品的时候 你是投入很多心力的啊 你不是说什么 我都坐在那边纳粮 不是的哦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啊 你对这个过去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虽然有点扮强迫式的这个感觉 但是其实你是有投入心力 你是对这件事情抱有希望 可是你会觉得有点 不公不义好了 或者是你很希望 他们能够再有伤有良 所以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圣杯公主 抽到是圣杯女王 对不起 钱碧女王 还有这个宝剑三 我个人会觉得呢 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我觉得你这样伤心难过 一定会有的啦 因为被这样子这种 半强迫式 或者是半推半就的状况 我觉得你的心情 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OK 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 我觉得 这个圣杯公主 然后还有这个钱碧女王 这两个麦卡同时 在一起的时候是 我可以感受到 你内心的这种波涛汹涌 或者是任何情绪的形容词 你可以自己填空 好不好 那这个钱碧女王 反而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看 她是坐在这边 好像有点靠在这个椅子上 好像在休息闭上眼睛 并牧羊神一样 OK 这张牌卡呢 跟这个圣杯公主呢 都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 我现在的情绪感受 没有人可以理解 我到底在这边付出了 或勤进了我的所有 可是我得来的 却是这个宝剑三 OK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这个Herofen OK 某部分的天秤座朋友们 你们会在这两到三周的挑战牌卡 就是如何为自己伸张正义 如何自己去讨一个明白 还有如何能够让这个状况 能够因你而转换 OK 所以我会感觉 这个有点吃力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你会稍微辛苦一点点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你看到 这边有一个要审判的人 两个人各说各话 你要如何去为你自己伸张正义 为自己去发声 为自己去说出这些东西 我觉得对你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你有点像是 把这个寄托 寄托在这个人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脑袋上面有一个星星 这个人头上也有一个星星 我觉得可能某部分的人 你们会想要办法去找证据 或找证人 或者是找专业人士 或找第三方来做一个介入 或者是甚至能够有 对不起 希望有机会 可以给你再一次 能够去澄清这个说法 或者是这个事情的经过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两到三周 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点 但是在未来 你抽到的是 这个恶魔牌卡 还有这个战车牌卡 还有这个权杖三 我个人会感觉 未来这件事情 还会稍微有点焦灼一阵子 因为这个战车牌卡 并没有开出去 这个权杖三在这边 船也还没有来 然后恶魔牌卡 象征的意思是说 跟你在交手 过去的相关状况人数 还需要有一点时间 来进行这个纠缠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权权骑士 后面我个人会感觉 真正要进攻的时刻 可能需要再等到两到三周 某些人 你们会等两到三个月 所以这大概就是 我觉得你这两到三周 稍微要做到的 一点心理准备 但大家不要太紧张 也不要太恐慌 什么时候 好像会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你可以很简单的 去把它想成一件事情 就好了 就比如说 你在交这个报告的 中间过程当中 你可能报价错误了 OK 那报价错误的这个状况 公司就说那你要赔哦 那你要赔哦 等等之类的 你就想完了完了 我一个人 我一个月才赚几万块 我竟然要赔十几万 类似像这样 我就举个例给你听 你就懂了 那当然我知道 十几万也是一笔钱 我不是把它看成是什么样 我只是举例给你听 OK 那比如说你就想 我一个月才赚三万块好了 我要赔十五万 这根本就是我半年的薪水 OK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对这件事情 还是抱有希望 你还是会觉得说 我到底要怎么办 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有点被扮强迫事 你就是得这样做 因为你是最后去 把这个东西 交给客户的人 你给报价单之情 怎么不想一下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你会来到这边 感觉到受委屈 你的情绪很波动 因为就说 我可是很认真 从头到尾 从企划 到跟客户沟通 到最后结案 报价 这些都是我在用的 这些主管 都只是看看 就审核而已 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一定要想办法 去做一个解脱 或为自己去说些什么 或伸张生意 或把这件事情 有个机会 能够做一个转环 就是 这个第三方证人要出来 例如说假设好了 你的主管 本身就有一个责任 他要去批阅 审阅 所有的这些报价单 你出错 也代表他出错 为什么这件事情 只有你在赔呢 所以这个要找一个 第三方的公证人 去让你能够 在这件事情当中 有所解脱 看到这个希望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在未来这件事情 可能公司要调查 是不是这样说 可能公司要全责 看一下要怎么分配 所以最后 这个真正被推动的 才是在后面 几个月的时间 或两到三周之后的时间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要可能稍安勿躁一下下 所以不要把这件事情 想得太可怕 他可能是需要 的确要一点时间 好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你的宇宙验证牌卡 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你 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老朋友 都来看一下 好吗 原因是因为 他会出现 同样相同的牌卡 来告诉你一些真结点 然后也会来验证 我刚刚所读的能量场 那等一下在最后 我们会再抽出天使 跟宇宙有什么样 额外的补充讯息 要给我们水瓶座 各位昂谷贵 好吧 好嘞 好的 你的牌卡 其实已经重复验证了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们 一定要来看 你就验证牌卡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 这个圣杯适者 其实你的圣杯适者 就是这个圣杯公主 你懂我意思吗 在从过去到现在的能量场 其实这个圣杯适者 都有出现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我有讲 你可能会被半推半救 可能会帮别人 背了一个黑锅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被受困 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 而其他的人 却可以掌握着我的 我这样讲 讲夸张一点 掌握我的生死 掌握我的去向 比如说我到底该承担些什么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这只小鱼 先被养在这个小鱼缸里 我还没有办法坐到大海里 还用被这些 所有的人操控在手中 这个就是你在过去状况当中的 一个心情 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你看你的恶魔牌卡 还是跟你未来这个恶魔牌卡 还是互相做验证的 这个恶魔牌卡 之所以为什么要从现在 走到未来 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让你很伤心 但是我要怎么样去解套 而不是只坐在过去 为什么叫做只坐在过去 意思就是说 Devil他反过来 其实叫做L.I.V.E.D. 象征就是活在过去 你要这么伤心活在过去 而不去想 让你现在能够解套的方法吗 这个就是现在在告诉你的 你虽然现在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他们可能控制得了你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限制你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可能在某些状况当中 的确会被控制 但是只要我们想办法去挣脱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你的挑战牌卡 权杖七 只要你想办法去挣脱 你一定可以想到方法 这个权杖七 在你过去的状况当中 又是重复验证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你在这个时候放弃 我告诉你 你就真的是任人宰割 或者是运打运挨了 你刚好就郑重下怀了 别人告诉你 就是他 就是他 这是水瓶座 报价不看仔细 我告诉你 你就真的是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 这个是来验证你的挑战牌卡的 那你的挑战牌卡 这边是一个Herafin 你在这边拿到的是宝剑国王跟宝剑骑士 这两张牌卡全部都是宝剑的能量 告诉你的是 你一定要能够想办法去找出资讯 找出资料 然后去穿针引线 去找出这中间的关键点 并且你看 他把这个云 用他的宝 我现在全身起鸡皮疙瘩 并且用这个云 从中间把它打成一半 打成一半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你要打破这个迷雾 打破这个中间 大家没有看清楚的这些真相 你要把这些东西揭开来 你有能力 你看这边都是星星 这边星星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就是你如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 你自己本身心态很重要 如果假设你的心态就是这样 垂头上气 放弃了 我不想想了 你没有看到这些所有的星星跟希望 你没有从中去找到一些解决办法 我告诉你 你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 能够帮你打出一场胜仗了 OK 好吧 老天爷都有在告诉你 这边有一个机会 但是你要不要去把握 这个就是完全是 我觉得 决定权在你了 OK 这边的人 你可能会被他操控 但这边要不要翻身的决定权 是由你自己来掌握 OK 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权杖骑士 这就是你看 你的权杖骑士 又验证权杖骑士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讲 你看 这个呢 现在目前还在这个过程 你现在在跳我圈 你跳一半 你还没降落呢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在未来这个状况 是可能会再纠缠一下 或者是可能会再拖拉一下 因为在未来 真正要出现的这个权杖骑士 你看到你抽到的是权杖女王 OK 真正的希望 跟真正的这个好运 才正要来临 所以你现在 如果我这样讲 我说半途而废呢 还是中途放弃呢 我个人觉得会有点可惜 你如果明明没做错事 你明明就不需要去背这个黑锅 你为什么要忍受他们这样子对待你呢 是不是这样 OK 好 好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贴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 要提供给我们水瓶座的朋友们做一个看考 他们说有两 哎呦 他们说有两张 稍等我一下 这个翻过来 这个不是 还有一张 刚在地板上 我等一下再剪 是这两张 OK 来 OK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补充讯息 OK 你看吧 水瓶座的朋友 我跟你说 I told you OK 宇宙验证牌卡 跟这些重复出来的这些牌卡 真的就是来验证 我刚刚所传递给你的讯息 你要能够拥有穿越这个 怎么讲 困难跟挑战的这个力量 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去穿越 这一个Miracles 这一个奇迹 会为你而发生的 OK 你如果不去使用这个权力 你如果不去使用这个魔法 那不好意思 这个奇迹就不会为你发生了 这个解套的方法就在你的心里 这个解决的方法就在你的行动上 所以你一定要能够去启动这个奇迹 好吗 所以我觉得宇宙是在告诉你 不要这样子 你一定要奇迹 其实象征的也就是一个希望 就跟比如说假设 我们家人在医院生病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奇迹会显现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能够尽可能 去配合医师的这个医嘱 你要尽可能去做到 对病人最好的照顾 你要尽可能去想方设法 去做到你能够做的 这个奇迹才能为你而发生 这样你懂吗 随便做的朋友们 OK 所以我觉得随便做的朋友们 你这一次的这个胸中能量 能量排卡解读 严谨意害 你准备好了吗 你要去让这个奇迹发生吗 你要去争取这些东西吗 所有的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上 好吗 我很看好你 但是我不知道你 有没有看好你自己 好吧 OK 好了 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水瓶座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前面有点辛苦 不过我觉得呢 这些所有的努力呢 还有宇宙给你的祝福 我觉得你要能够看得清楚 好吧 OK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 这个昂国贵 水瓶座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